嗨大家好,我是Elene 欢迎来到本期的美洲360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先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 Bermax AutoChain获得中国造车型 蓄力小鹏在大马的代理权 未来将帮助小鹏经营在本地的销售及售后等服务 帮他们扩展大马市场 根据Bermax Auto在文告中释出的消息 他们已经和中国的小鹏汽车达成协议 未来将交由Bermax为他们在本地销售旗下的纯电动车款 可能大家对小鹏汽车这家新系车企还不太了解 成立于2014的他们是中国的造成新势力三强之一 目前旗下车款包括了Sedan的P5、P7、P7i SUV的G3i、G6、G9及最新的MPVX9等等 而他们进入大马的首款车型 预计将会是不久前公司创始人兼CEO 确认将在今年推出的G6U价版 G6这款车是2023年6月份在中国上市的 它的对手瞄准Tesla Model Y的重型SUV 它在中国分为长续航、超长续航及性能版 其中性能版有着前后共双电机 480hp 660Nm 零摆加速3.9秒的超强性能 并且这款车在中国起步售价仅从209,900元人民币 约码币136,843起 而它在中国市场一度以超过8,000辆的月销量 零跑20万以上中国品牌纯电动SUV 风头可谓是一时无良 也让人很期待它来到大马后的表现 那Bermas Auto在我国有经营Masta、Kia和Pugio的经验 而且这几个品牌在他们手上也有不错的成绩 这一次和中国的小鹏强强联手 确实很让人期待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不知道大家会期待小鹏的哪一款车来到大马呢 你们又会不会给这个新品牌一个机会呢 第二则新闻 Link&Core正式进去菲律宾 率先在当地推出Link01和Link06两款新车 来自Bovo和Gili合作的中国品牌 说要进军大马已经很久了 不过在进入大马之前 他们已经在不少左驾的东南亚国家开始大展拳脚 其中近期他们去到了菲律宾市场 率先在当地推出Link01和Link06两款新车 他们的定位分别是C-Segment SUV及B-Segment SUV 其中Link01是基于CMA平台搭载 而Link06是基于BMA平台打造 同时因为定位相似 Link06也被视为是Proton S50原型车吉利宾越的双升车型 那相信大家也很好奇 Link什么时候会来到大马 如果我们根据吉利在2022年公布的战略 当时他们就确定了 Link会在2025年进军俄罗斯 马来西亚 澳洲 纽西兰及其他的国家 因此相信原厂最迟会在明年来到我国 不过随着他们大力发展东南亚市场 因此最终计划会不会提前到今年实施 还说不定哦 另外去年GD和DRB HICOM就签证协一共同发展 Automotive High-Tech Valley高科技汽车股计划 相信未来领克将有可能会落户我国当中马林 在这里设厂生产新车 而在大马CKD本地组装最直接的好处 就是能够享有税务优惠 藉此带来更有竞争力的售价 因此我们绝对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品牌 未来在大马的表现 第三车新闻 Honda Malaysia今年目标销量大幅度提高到9万5千辆 而他们今年发布City Hatchback和E-N1电动车 以帮助达成今年的销量目标 作为大马市场连续10年非国产乘用车销量第一 今年Honda Malaysia计划进一步扩张他们在大马的销量 他们为2024年定下的年销量目标直接从2023年的8万辆大幅度提升到今年的9万5千辆 而这有望为他们在本地取得12.8%的市场份额 进一步巩固他们在本地市场的地位 想要达成销量大幅度上涨的目标 除了依靠现有的City Hatchback Civic和CRV等车款的销量外 一定要推出有竞争力的新车型才能够帮助他们提振销量 因此原厂计划今年在本地发布两款新车 虽然他们还未透露这两款车会是什么车型 但预计他们将会是刚刚在泰国发布的City Hatchback小改款和全新的纯电车型E-N1 那City Hatchback小改款其实就和已经在本地发布的City Facelift一样 主要是外观内饰和配备上的升级 而另外的EN1可以算是电动版的Hatchback V 只不过针对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名字 像是中国就叫做EN P1即派E 它瞄准的对手其实就是在东南亚市场热销的BYD Arto 3 这款车在国外分为搭载53.6kWh和68.8kWh电池组的标准续航和长续航版本 其中标准续航的最大马力表现为179hp 而长续航则是最大马力表现为201hp 另外标准续航的急速可达150kmh 而长续航则是160kmh 同时根据CLTC测试标准计算 两者的最远续航分别可达420km和510km 使用DC快充的话 只要约40分钟的时间 就能够把电池从30%充至80% 最后期待Honda Malaysia能够在今年内成功完成销量目标 不知道大家对上面那两款车哪一款比较有兴趣呢 你们今年又有没有计划要买Honda呢 第四则新闻 相信有不少朋友期待Perodua D66B这款B-Segment SUV的到来 那么以下的消息可能就要让你失望了 因为受到之前打哈速的撞击测试造假风波影响 GC D66B发布时间将延迟到今年的下半年才会跟我们见面 根据我们之前获得的消息 其实Perodua已经计划好要在今年4月份发布D66B SUV这款备受瞩目的车款 但是去年年末爆出Dihatsu造假风波就导致第二国产车被避将发布时间延后 据悉发布时间已经延迟到了2020年的下半年了 因此期待这款车的朋友可能还要耐心等待多一段时间了 简单的和大家回顾一下现在我们掌握到关于这台车的重点 它的原型车位其实就是DNGA版Yaris Cross 而为了和德大版做出区别 因此Perodua版将不提供混动引擎 仅提供1.5升自然近期引擎配DCVT变速箱的动力选项 它的最大马力104hp 峰值扭力138Nm 这个动力要说暴力绝对没有 但是日常驾驶城市待步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这款车将会是Perodua产品阵容中定位最高的车型 据悉它的预计售价会从马币7万3千起跳 虽然看似可能不便宜 但是它会给到你很多时下流行的元素 像是LED头灯组 大出屏主机 Adax等等 毕竟堆料向来都是Perodua的强项嘛 最后虽然这款车的发布时间被延后 但是相信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正在期待它的到来 要知道更多关于这款车的消息可以订阅一下我们 有任何更新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 最后最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